來 我們來看一下 讓老師更好加入教材的工具 叫做擴充工具 請你把它捲到網頁的最佳號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三個 有三種 所以只要告訴各位老師一件事情 請不要拿IE開玩笑 因為裡面沒有IE 好嗎 沒有 這個啊 這個叫IE啊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它的擴充工具 沒有嘛 所以就不要用它了 可以嗎 Chrome的 火狐的 Sufferry是誰的 如果老師你有用蘋果電腦有沒有 Mac的啊 Mac的預設瀏覽器就叫Suffer 好 OK 那我們這邊我用的是Google瀏覽器嘛 對不對 所以知道為什麼呢 剛剛我要幫老師把電腦開好嗎 因為我都幫你先用Google瀏覽器奔路了 OK 來 你看 點一下它 它會連到這邊來 你就按加到這個Chrome 現在我是用無痕模式 那我就只好到這邊了 到這裡 好 我這裡也可以 反正這裡有登錄嘛 我就回到OneNote的外面 或者選到最下面都有 有看到嗎 對不對 好 我點一下 OK 加到Chrome 好的 那麼你加入完成之後呢 你的右上角這邊就會看到它 它會把它下載到下面來 又已經加進來了 有沒有發現右上角多一個跑出來了 對不對 那這樣要怎麼用呢 來 我們先看一下 因為我這個帳號剛剛還沒有加 所以我從課程裡面 我再建一個 好 你看 這裡有個test對不對 你如果發現它是這種 Not yet的 表示什麼 你裡面沒有所謂的主題 或者是沒有任何的單元 我來編輯一下它 點到它 好 這裡有123456 OK 那我來新增一個 這邊不用了 這樣就可以了 我就直接發布就好 這個是 剛剛那個老師的 這個訪客 OK 我現在發布過去了 那你看喔 如果說你今天 我想把這裡 這個網頁我覺得不錯 我想要加到的 教材裡面 請按右上角 有沒有加入 捨得一提的就是 我現在選到這個夜簽 如果說假設 我現在五個夜簽 我通通都要 你就選擇這五個一起加進來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 老師可以先看啊 所以平常你知道為什麼 我會整理那麼多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看東西 老師 看資料跟整理資料 你一定要分開 平常老師都是看資料 歸看資料 整理資料歸真資料 為什麼不能一心都用 看的時候就整理好 以後又用不是很快嗎 對不對 有些時候有些資訊不見得 馬上我下一節課就要用到 可是你覺得這個資訊 可能是我教材裡面是值得用的 是不是看的時候就補充進來了 就是這樣子 你看一下 我就直接加 有沒有看到 123456 那因為這邊呢 只有一個知識嘛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就比較 比較少一點 如果以我的來講的話 我裡面40個 我今天看到這個教材 可能是跟我上課有關 還是跟常識體有關的 我就加到那邊裡面去 等我日後要用的時候 我就拿來用 這樣不是更好嗎 上課是可以什麼 準備好的人嗎 資料都準備好了 你只要拿來用就可以了 就這麼簡單 來我們試看看好了 好 加到123 好 那這個標題你可以自己決定 因為有些網站的標題 並不見得很適合 你可以自己在變更 補充教材是在這邊就完成了 好 儲存 好的 我們來這裡看一下 剛剛是在這裡 我重新整理一下這個頁面 請問有沒有加進來了 看網頁 看影片更快 來 youtube 好 我們就找一段你覺得不錯的 我 我不知道看哪一個 好 假設這個你要的話你就按上面 廣告不用理他了齁 來 點到他有沒有加入 燈 燈 燈 好 我接到四五六 祖春 不過這個是沒有說明的齁 所以剛剛那個沒抓到 你看我重整一下 老師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這樣是不是快很多 對不對 你就不用網址貼來貼去的啦 然後那個 美國時間 就摳一下貼過來 摳一下貼過來 這樣是不是就整理好兩種 兩種教材 一個叫來自網頁的 一個叫來自什麼 影片的嘛 對啊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資料是來自上面的 自己的教材自己整理 哈哈哈哈 這是應該的嘛 但是別人的教材 引用的話 這人家是不是快很多 對吧 那你有需要編輯 再從這邊來編輯 就很方便 就很方便齁 所以這個 擴充工具是真的蠻建議的老師 如果說即使你不拿來當教學 自己整理資料 是不是也很方便 對吧 因為畢竟我們網路上很多資料 不要只有看過就忘記 真的可以整理一下 資料唯有整理了 才會變成你的知識 好 OK 這樣老師 在使用我們的這個擴充工具 有沒有問題 給你先試看看 好不好 待會呢 我們剩最後一個就是群組的部分 跟老師講一下 你怎麼弄起來就好了 好